香港大學舉行畢業禮 向中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子金 頒授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表揚他對香港和法律界作出的貢獻 I meet you to the degree of Dr. of Laws Honoris Causa 包子金致辭的時候說 人權可以透過司法程序獲得 特別是在民主不章的地方和時候 他離場的時候也被問到 應不應該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 他說不適宜評論太多 現時已經成為公眾議題 要非常小心處理 另外港大也向退役NBA籃球員姚明 頒發名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港大表揚他對運動和推動國際社會 對愛知病的關注作出貢獻 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動 也非常感到非常的榮幸 能有這樣一個學位 在那麼多人的注視之下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激勵 我希望我以後不會辜負大家 同日獲曼名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的 有新世界發展主席鄭家純 港大表揚他對高等教育和香港作出貢獻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何榮生不道 我先出發 谢谢大家